我先插播一件事情 因為最近很多人跟我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聽過 身旁有人用藝術家性格這五個字 來形容身旁的人 就某個人某個朋友 有人點頭說有有有 我不知道你們在什麼時候 聽到藝術家性格這五個字 我自己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跟朋友 一群朋友就是我們那時候 要做一個YouTube的節目 然後呢 我們當時約了一個製作人 我要約在咖啡廳跟他開會 然後我跟他約兩點鐘 他老兄 五點才到 那我等了三個小時在原地喝茶 然後等到想說會不會出了什麼事情 那邊喝一邊喝 然後辦自己的事情 然後突然間五點鐘他出現 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玩到玩到 幹嘛幹嘛 怎麼這麼玩到 有沒有什麼事情 有沒有出什麼狀況 沒事沒事沒事 我剛才去看了一場電影 你跟我約兩點 你中間突然想到去看一場電影 而且太過分了吧 我就趕快跟我共同的朋友說 你怎麼介紹這個人給我 這個人做事太兩光了 很誇張耶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昂平你不要介意啦 他就這個人做事比較不拘小節 比較隨性一點點 他藝術家性格啦 過了一段時間 另外一個專案 某個業配 我要跟某個歌手合作 然後開一個群組 很多人還拉了一個編曲進來 然後突然間呢 我們那群組會常常講一些幹話 然後講著講著講著 突然間有一天那個編曲 突然丟了一句話說 我不幹了 就退群了 再也沒回來過 我們不知道哪裡惹到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講很多幹話 我們不知道到底哪一句話惹到他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打電話 介紹這個編曲給我的人 說 怎麼回事 我們到底哪裡惹到他 怎麼會生氣成這樣子 怎麼就退群 然後說 哎呀 你不要理他啦 他這個人做事喔 比較龜毛 個性比較怪啦 他這個人喔 這個事情 做事情比較嚴謹 毛比較多啦 他藝術家性格啦 有沒有發現不對勁了 怎麼同時有一個詞 藝術家性格 可以形容兩個截然不同的個性 你不可能同時拿藝術家性格 去形容這個人 嚴謹 做事毛很多 同時不拘小節 而且很隨性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有一個詞 可以同時形容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 你不可能同時說 這個東西是藍色也是紅色 除了XX以外 不可能這件事情 我當下開始研究 到底怎麼回事 我發現 藝術家性格這五個字 它不是用來讚美人的話 它是用來掩飾你對某個人的批評 這個人的個性 有他扭曲之處 有他不好的缺陷 所以 你不敢直接跟他說 你說這個人是藝術家性格 你用這方式來掩蓋他的缺陷 其實說真的 藝術家性格這五個字 完全可以代換成 臭他媽雞掰 合理 超合理 你想想看你把臭他媽雞掰 這五個字 套用到前面的句子裡面 哎呀這個人做事比較 隨性不拘小姐 臭他媽雞掰啦 這個人做事比較嚴謹 這個毛比較多 臭他媽雞掰啦 合理多了 再次強調 聽說現場還是有小朋友來 我們對面就是一個兒童的舞蹈教室 他們現在一定 外面一定想說 為什麼裡面一直傳說 臭他媽雞掰 臭他媽雞掰 跟你們講 跟你們講 今天現場如果家長帶小朋友來 或是帶自己弟弟妹妹來 你們聽到賺道 從此你們的小朋友 再也不會罵臭他媽雞掰 他們只會說 我藝術家性格 髒話減亮 我那時候從高雄 一路巡迴高雄台中上來 我走過講過的地方 每個地方 現在都是藝術之都 沒有人在罵髒話了 所以看到別人 你藝術家性格 謝謝謝謝 他會以為在讚美他 你在路上不小心被車子A到 藝術家性格 就這樣 文化部長應該要感謝我 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講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 有些人聽到說 怎麼可以在台上講髒話 我們動機不是 這麼樣子的噁心 你知道 我知道這世界上很多人 明明有很好的動機 但是沒有把事情做好 所以讓很多人生氣 你知道你之前 炎上的事情 或者各種不同公眾人物 炎上的事件等等 我再三強調 所有事情我都覺得 是可以拿來開玩笑的 沒有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東西 只有不好笑的戲劇演員 然後就有人罵我說 黃昂平 你雙重標準 你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事情都可以開玩笑 你之前被人家叫黃藝豪 你為什麼生氣 我跟你講 我可以接受任何人認不出我來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羞辱我 我不是說被叫黃藝豪是一種羞辱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這個 黃藝豪好像今天有來 我要解釋清楚 我要解釋清楚 你知道 我們現在出道到現在 有些時候我們遇到人認不出我們來 我們是可以接受 我們合理 大家受眾本來就不一樣 但我們最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很多學校 校園裡面做訪談 主持人介紹 或者是那些採訪的時候 通常採訪者就會直接講說 黃昂平先生 你是從這個大學生了沒出道的 那我們想問一下 我們就開始講 嗯 什麼意思 什麼大學生了沒出道 我不是大學生了沒出道 我是超級魔王大道出道的 我想不太對勁啊 而且每一個都這樣講 每一個學校 學生 記者 全都講 你是那個大學生了沒出道 我只去過一集大學生了沒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我是大學生了沒出道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 我的維基百科 頁面的第一條上面就寫 黃昂平 大學生了沒出道 我不知道是哪個小王八蛋去改的 我們本來想把它改回來 但是我突然發現 這是一個好機會 它可以成為我確認這個人是不是真的 忠誠粉絲的快篩試技 我以後遇到的人看到我就說 哎呀 黃昂平 你是不是這個大學生了沒出道 我就知道這個人昨天才看維基百科 我馬上就可以確認這件事情 但即便是這樣子 都已經比故意羞辱你來得好很多 至少他有做功課 我今天不是說被叫黃昂豪是一種羞辱 我之前遇到的狀況是他看到我 噗噗噗跑過來說 黃昂豪啪就走人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真的很像在你臉上打一巴掌 走人 然後你為什麼要生氣 我不懂 你對我吼這樣叫一聲 什麼意思 我覺得說任何事情都可以開玩笑 但是你要有辦法把它寫成玩笑 我以前有這樣的自信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把它寫成玩笑 寫成笑話 然後後來我一樣踢到鐵板 我之前寫過一個段子是 基督徒烤架照 帶你去見上帝的笑話 你們有聽過嗎 有些人有聽過 我曾經有一個基督徒的朋友 在他臉書上面發了一篇文章 好幾張照片 都是頭破血流的照片 他上面寫說 哎呀感謝上帝的大人 我今天出門被花盆砸到了 但是我活了下來 感謝上帝讓我活了下來 然後底下所有的基督徒朋友 底下留言 讚美讚美上帝 謝謝上帝 上帝是萬能的 上帝超厲害什麼的 開始講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 我當時心裡在想 我就留了一個言 我就留了一個言 我寫說 如果上帝真的這麼厲害 你為什麼會被砸到 很合理吧很合理吧 如果今天上帝真的無所不能 當他在上面看到說 哎呀我虔誠的信徒即將被花盆砸到了 叫他擺烈去幫他一下 啊 我不知道天使怎麼叫 我不知道我就 我想有翅膀差不多 啊 啊 啊 然後看到花盆幾張掉下來 用他翅膀一揮 呼呼呼 然後花盆啪 掉到旁邊 他根本不會被砸到 他根本不會受傷 不會血流成河 如果上帝有大能 他應該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就這樣留言 就被封鎖了 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我當時覺得說為什麼開不起玩笑 為什麼不能開玩笑 但後來發現 是我自己 有點誤會了信仰對他們的重要性 就我發現其實有信仰的人 是值得被尊敬的 而且他們是比我們好很多的 怎麼說呢 當他們對這個世界 有自己的解釋方式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地 走出很多負面的情緒 舉例來講 好 例如說今天有一個女生分手 她如果是基督徒 她會想說 上帝一定對我自由安排 也許我之後會再遇到不同的人什麼的 如果是佛教徒 她會說 這個佛祖因果報應輪迴不爽 一定是我之前做過壞事 說我披人家腿 人家也披我的腿 阿阿彌陀佛謝謝謝謝 如果是東區的 她會說 這是我害的 我害的 就只要有信仰的人 她會對這個世界有自己的解釋 套用到剛才那個花盆事件 今天如果是基督徒走出去 啪 被砸到的時候 哎呀 感謝上帝的大能 讓我活了下來 雖然被擦到 但是我活了下來 OKOK 上帝一定自由安排就往前走 如果是個佛教徒走出來 啪 被砸到 哎呀 只是因果報應 我之前做過壞事 所以我被砸到 哎呀 往前走 往前走 如果是個無神論者出來 被砸到 啪 走 靠北啊 誰啊 出來喔 我唱 藝術家性格 我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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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